人们这一党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的各种消费发展迅猛 特别是海外代购 因为门槛第一回报高 日益壮大 但也滋生了许多问题 偷漏税 假货泛滥 个人信息泄漏 售后维权难 在爆发式野蛮生长中 消费纠纷层出不穷 消费者在交易中一直处于弱势一方 差价就不是代购 它是一种经营 所以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不特定 对不特定的代购 第二它有盈利 从事经营为实的 应该要进行登记 应该要去注册 我们的立法的初衷 就是一个规范行为 就包括像微商代购 法律不是禁止 就是你要规范经营 你不能说你不注册 你不交税 就有法外之地 这一次说实话 海外代购的群体 有多庞大 甚至有多疯狂 我是亲眼见证 到美国的奥特莱斯 我曾经几家商场去看 买个包什么的 你到那儿 你会看见一摞一摞的 女士的包 大家都知道价格很昂贵 一般人买一个 也就不错了 你会看见一摞一摞的 写着人的名字 一看都是中国人的英文名字 待了一会儿 进来小姑娘很年轻 我们华人二十来岁 是他已经在网上订购的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 再指着货架说 来这个销售员 我要这个那个那个 一指就是笔划二十多下 然后就人家就赶快给他包 都包好了之后 是用小推车拉走 他会自己消费这么多的包吗 恐怕就是代购 所以这样中间的 这个巨大利差 一个包他基本能赚 一两千块钱人民币 你想想他的利润 会有多庞大 所以这次很多代购人 还有一个侥幸心理 因为我们海关相关部门 不可能是每件都查 而是这种抽查 抽查呢 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 我收了一百个人的 三个人抽中了 被发了 这从他的经济角度来讲呢 他是划算的 他是可以的 但是从我们的行政监管 和责任来讲 不是 我这种人的购物 船长的